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bo 今星期我們繼續討論第二隻 本來是Classic 但有一個新的元素的碗錶 我們選了IWC的Project Geyser Chronograph Project Geyser早在1939年的時候 有兩個葡萄牙的商人 去IWC提出了一個特別的要求 他們說我想要一隻碗錶 但它需要有韓海中那麼準 IWC為他們製作了一隻天號325 裡面就搭載了一個懷錶的機身 這碗錶在當時的水準來說是非常之大 亦是Project Geyser系列的老祖宗 至於Project Geyser Chronograph計時錶 早在1998年的時候已經出現 這碗錶可以說是IWC的Project Geyser系列 裡面的一個標誌性的產品 我自己非常喜歡它的設計 因為這碗錶的尺寸是40.9毫米 大小非常之適中 配戴在手上是很舒服 如果我們從側邊看 這碗錶的藍寶石水晶玻璃面 是少少拱起的 看起來好像一隻飛碟 最漂亮的就是這碗錶的錶面 因為它選擇了阿拉伯數字做這個時錶 配合了兩個盤的設計 在12點位置就是30分鐘的計時 而在6點位置行定的小秒針 這碗錶是沒有日力窗的 正好令到它整體的觀感是更加Harmony 這碗錶搭載的就是一個Vojo 7750的自動上鏈機心 不要小看這個Vojo 7750這個我們叫做公肉的機心 因為IWC為它做了大量的改良 不但只在那個錶盤的Config 由三個盤變成兩個盤 而最大的改善應該是在它的琴重、擺輪和油絲方面做了很多功夫 這個碗錶是可以提供30米的生活防水 和44小時的動力的儲備 這個碗錶是有兩個push 2點位置的push是管理start stop chronograph 4點位置的push是歸零 在今年Portuguesea推出了一個新的chronograph碗錶編號3716 這碗錶眨眼看上去跟3714完全一模一樣 好像孖生兄弟一樣 但它的錶殼其實是有輕微的增長 現在是41毫米 但最大的分別就是IWC這次放了一個自家製作的計時機心 亦都因為這個原因 它改用了一個藍寶石水晶的底蓋 讓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機心的運作 這個機心是擁有一個導柱輪column wheel的設計 它管理計時的起動、停止和歸零是非常順滑 這一點比起Rojo當時的機心是一個大的改善 這碗錶亦都提供46小時的動力儲備 它的性價比亦都很高 只是定價港幣66800元 以一個擁有自家機心的計時碗錶來說 都可以算是超值的 好了,今星期一週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都在那裡 都出閉了 都有交換 在下